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欢迎大家到今天的聚会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要将我们所爱的人带到主的面前 我特别要讲有关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 今天我也给各位读有关这方面的经文 各位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口里面说我们要靠主 但是我们是其实多依靠自己的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从我们与生俱来 我们都是靠自己 靠自己生存 靠自己找工作 为人生计划 甚至靠自己要改变我们旁边的人 我们都不断地在靠自己 那在继续靠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有一天 你一定束手无策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盟主所爱的人 你一定会被带到尽头 有一天靠不了 你越靠自己越多问题 越靠自己要改变旁边的人 越不改变 那你说为什么这样 原来爱我们的主 要把我们的生命带到 要真正的依靠祂 这是很重要的 各位 我们的问题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 我们的问题是把我们带到这位全能的神 教我们认识祂 然后单一地依靠祂 不然的话 我们的信仰跟去寺庙的人的信仰是没有不同的 来教会 做做礼拜 唱唱歌 有问题的时候 牧师祷告祷告 帮忙一下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了 这个叫基督教的宗教生活 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宗教 那很多的人来教会 看他们心里面的向往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 他们是来找主的 还是找宗教的 我刚从悉尼回来 悉尼三天的特会里面 三天特会讲到俗天的天上的信息 神怎么与我们同在 那么 有一个姐妹最后一天 六十几岁的 就抓住我 什么事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不能告诉别人 很需要你为我祷告 我心里面想到底什么事情 她很迫切 把我带到一个房间 门就关起来 一点声音不能让人家听到 我问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家里有事 还是什么 什么事 我跟你说 我一直很想买一套房子 你看自己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很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很好 我祷告了就在这个地方 靠近地铁 我也想开放这个房子 叫弟兄姐妹来 好不容易 这一年你们终于找到这个房子 后来现在银行贷款批不下来 请牧师为我这个祷告 我还以为什么事情 就特别为这个东西 一直 我想必他找我之前 已经找了很多人 找了很多的牧者 但是可能也不想让弟兄姐妹知道 还是什么 我就是听了他说了大半天 原来是讲这个东西 当然 我最后也为他祷告了 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不是不为各位属肉的问题祷告 有时候人有病痛 或者你孩子要上大学 考试 或者有一些家里紧张的事情 你让弟兄姐妹为你代求是好的 但是重要是什么 你一定要在你的问题里面遇见神 这是第一 最重要的 你要在你的问题里面遇见基督 然后第二 你的一生不能只有因这样的问题来到主面前 你是因这样的问题来到教会 但是有一天 你要因着要跟从主来到主的面前 你要认识他 要跟他同行 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规划 经济的规划 养育儿女 要按着他的真理而行 所以你来到教会 要认识这位主 认识他给你的真理 所以你的人生能够活在真相 活在事实 活在神的话的原则里面 那是最有福的 这是最重要的 人心灵的平安是从哪里 人心灵的平安是你现在尊主而行 人与生俱来 靠自己 为自己计划 为自己所爱的人 有一个理想 然后为那个东西祷告 有一天你要转回来 你要问谁是主 对不对 如果只有这样的问题来到主面前 那你是主了 不是他是主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宗教跟福音的很重要的差别 对不对 我们人都是有自己的问题来到主前 但是有一天 你的动机向往要改过来 转成为主 以主 那主你说什么 所以人的疑虑的问题 我跟你们说 疑虑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都是不信 虽然有祷告 但是不信 有教会里面来敬拜 但是其实不信 你在问题当中不信 然后问题过后又不信 所以新的问题又产生 各位了解吗 所以很多的信徒 因为不信的缘故 他们的整个的信仰在走圈子 什么叫走圈子的信仰 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来信主的 不是为了得丰盛的生命来信主 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 我们听清听对不对 听到主的声音了 羊是最平安的 你在患难暴风当中 你看到主的同在 你是最平安的 你在每一个人都因这样的问题来妥协的时候 你的心有坚定心智 主啊 我这样做 这样跟从你 我心里平安 你跟世人不一样 你心里的平安 也不是从世界来的 从主而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从 走圈子的信仰走出来 回到丰盛的信仰 丰盛生命 所以主今天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特别要为着我们所爱的人要祷告 我们怎么祷告 我们要先认识我们里面的问题 我们所爱的人身上的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一起看神的话 我们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九章 马可福音九章 马可福音九章 各位一起看 九章十四节 很多人对这个经文是很了解的 但是那个经义并非了解 第九章十四节 你们看一下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这个他们就是门徒了 你们知道 如果你们读前文的话 我们主耶稣从变化山下来 对不对 他 彼得 还有雅各 约翰 他们在山上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 对不对 然后现在在这个山上 彼得说多么好 多么好 主说 我们要下山了 下山有主要我们完成的使命 下山的时候有主空口流离的子民 有要成就的神的旨意 有被鬼扶的要得释放的事情 所以下山 下山的时候 就马上看到 其余的门徒 什么事情 有一个被鬼扶的 一直赶不出 对不对 然后主的门徒赶不出的时候 文士法利赛 为什么赶不出 你们不是跟从耶稣的吗 所以很多的辩论 人为什么辩论 很多的议论 因为问题不解决 教会有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 带到小组的时候 孩子有问题 这个人给这个方法 那个人给那个方法 那个人讲 我的孩子也是这样 那你这样一定可以 对不对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 都是方法 但是我们要怎么把 人带到主的面前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也是我们的心灵 最容易忘记的 众人一见耶稣 就胜稀奇 为什么稀奇 可能我们主耶稣 充满荣光 就跑上去问他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 说 父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扶着 无论在哪里 鬼作弄他 所以有些人以为 这个家有鬼 所以搬家 没有用的 无论到哪里 鬼都作弄 你们了解吗 鬼不是跟着家 跟着人 跟着人的心灵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苦干 各位可以想象 他的整个的样子 整个被捆绑的样子 各位 我们当然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我们不会很 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完全情感 一直被捆绑 然后整个肉身的症状 是这样 但是你也会看到 一个好像撒旦 占据他 影响他的整个情感意志 有时候各位 有没有看到 整个人的样子 人的表情 表态看得出的 有些人整个无能的样子 有的人整个 生气愤怒的样子 有的人整个 很可怜的样子 着急的样子 惧怕的样子 其实看得出来 你们要看到鬼的工作 你们早上起来 看一下家人的脸孔 他们的不安里面 其实有邪灵的暗示 这里明明讲 鬼的工作 他说 我请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 等一下会讲 耶稣说 不信的事 你看主耶稣第一句话说 不信 人始终的问题是不信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了这么多神迹 还是不明白 听了这么多道 还是不明白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 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沫 各位 这个重重的抽风 人的一种肉身表态 有时候呢 有一些人 也是要来到教会蒙恩之前 特别不知道为什么 家里重重的抽风 心情非常不好 夫妇吵架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背后 有属灵的因素 鬼也会知道 要被赶出来 这个人要被释放 所以一定有这样的症状 会出来 所以有时候 各位不要被欺骗 你要跟从主 你要跟从到底 非常重要的话 然后这里说 第二十一节 耶稣问他父亲 你看耶稣很重要 不是马上赶 为什么他要问他的父亲呢 他得着病 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 父亲说这句话很重要 从小的时候 各位从小就被捆绑 换句话说 这个已经是一个 很坚固的体制 你们了解吗 所以人家讲从小的意思 就是什么 就是常年累月 各位我们的身上 有一些问题 常年累月 从小我就自卑 从小我就怕黑 从小我不敢见人 关在房间 各位 有一些坚固的因素 坚固的习惯 坏的习惯 对不对 都是害自己的 害旁边的人 有一些假的意识 捆绑一个人 许久 许久 所以这个人被捆绑的样子 也特别 对不对 许久的被捆绑 那么这里说 耶稣问他父亲 从小 那他说 鬼女子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原来鬼的工作 要灭掉人的生命 但为什么不能灭 谁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灭不了 为什么 差一点死 差一点死 这个人差一点跳楼 跳了楼 三楼跳下来还没有死 有一些人 各位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 就是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有一些人 真的是很拣选的 那鬼要灭掉他的生命 但是就一直把他折磨到半死 直到他被带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我真的盼望 各位 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难处当中 我们要醒过来 我们一定在难处当中 怎么办 怎么办 去了这个教会 那个教会 找了这个牧师 那个牧师 不能的 那一下子问题解开了 到最后新的问题又出现 所以这里说什么 从小 鬼这边说 他说 求你 你若能做什么 耶稣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其实原文 原文有一句话说 耶稣马上对他说 若能 问号 If I can 那个意思了 对不对 但是中文圣经没有这样写 耶稣问 若能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这句话很重要 你若能信 但是信 很多人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 他们解释错了 你若能信 拼命的信 用力的信 信信信 信了变成一种积极的精神 其实信什么 等一下我会讲 信是 你要信谁 你信的内容是什么 更重要 你们了解吗 你去找无神论者 他们信不信 他们信 他们很信 没有神 所以 你们千万不要把信 当作一种积极的心态 上帝讲的信是 你要信谁 你信基督吗 那这位基督是谁 你怎么信他 你信的结果 你今天应该追求什么 所以这个叫真信 真信假信 不要讲大信 小信 圣经还不是讲大信 小信 圣经是讲真信 假信 那这次 我们再看 第二十四节 那孩子的父亲 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感谢主 这个很真实的祷告 很诚恳的话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 九七者那乌鬼说 你这龙牙的鬼 我吩咐你从祂里面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鬼喊叫 使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就出来 孩子好像死了一半 一只众人多半说他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这是主带来的一字 那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那如果我是主的门徒 我也会问这句话 我们都很想问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所爱的人 赶鬼赶不出 我们每次这样 那耶稣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其实这个经文不太清楚 你看 我们同样一段经文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17章 马太福音17章 其实耶稣讲的话可多了 因为每一本书信 有不同的强调 17章19节 同样的一件事件 马太福音17章19节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20节耶稣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这里说小信心 对不对 但是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劫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它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各位 耶稣好像听起来 祂的话很矛盾 你们的信心小 小信心 但是祂又说 如果你们的信心像 劫菜种 劫菜种不是最小的吗 对不对 种子当中最小的 所以主到底讲什么 所以这里有一个真信心 假信心的观念 就会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一样的 21节 自于这一类的鬼 如果不祷告 禁食 祂就不出来 各位 我们先了解一下 在这段经文里面 第一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人 可能是你的孩子也好 配偶也好 他们身上有些捆绑 有些坏习惯 有些体质总是不出来 他们心里面 总是有一些软弱 不能起来 那么 我们很着急 对不对 我们总是要帮助祂 你一定要问 祂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这是鬼的问题 那鬼是什么 各位不要神秘 主耶稣讲 不信的时代 鬼是不信的灵 绝对不信神所说的 对不对 祂是欺哄着谎言 所以一个人 他有疾病 他有坏习惯 老体质 必定他的心灵里面 有很多不按着真理的事实 不按着真理的谎言 在他里面 有些人 我们只有责怪他 为什么他总是不改 为什么他总是这样 其实你这样问的时候 他更无能 有些人很软弱的时候 你越数落他 你总是这样 为什么你不要改 其实他更无能 你加强鬼在他身上的工作了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非常的担心 你一直说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你一直这样讲的时候 他更担心 所以这样的人 他以肉身的问题来看 是肉身的问题 所以他不明白 其实他背后 有一个压抑他的 有一个暗示他的 欺哄他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 很容易失去的眼光 人就看现状 看人的表现 看人的意志 孩子不要读书 孩子不听话 只有这样看 这个就是不认识鬼 不认识那个 看不见的灵的工作 还有另外一个 什么叫不信 不信的灵 就是不但是你属肉 看不见 人背后属灵的影响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对应的方法 很多人对应的方法 都是用人的方法 人的方法是什么 人的方法 人的心理学 人的聪明 甚至人的精神的问题 只有靠药物 我不用说 我们不要吃药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你只有靠药物 很多时候 我们只有靠 就看得见的 行得通的 但是其实鬼的力量 是超越这些 鬼的力量 是超越人发明出来的方法 人的宗教 人的各种的心理学 人的心理学 你无论怎样懂心理学 其实你知道 最多心理问题的 就是心理医生 因为他是天天听人的问题 天天听 他自己本身没有人辅导他 所以他里面谎言的灵 消极的灵 所以你们一定明白 这个世界有暗示人的 有摧毁人的心灵的 压抑人的心灵的 教人 结果他的言语是伤害人 他的表现是被捆绑的 有些人完全是已经失去他的精神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人是动不动 他就会发脾气 这些都是我们会看到的 背后鬼的功能 但是现在这个经文要讲的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所爱的人 带到基督的面前 这句话很重要 这个父亲现在找门徒了 现在耶稣下来 赶不出 把孩子带到我的面前 那什么叫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 现在在教会里面 很多这些 有一点神秘性的那种方法 带到牧师的面前 牧师全部为他方言祷告 然后让他跑下去 让他吐白沫 让他发预言给他 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讲这个的 我再讲一遍 各位注意听 带到基督面前 就是带到真理的面前 各位这句话跟我一起讲 带到真理的面前 带到真理的面前 基督是什么 基督是道成肉身 他把神的真理活出来 所以 人不认识真理 自己寻找自己的人生 寻找自己的爱情 自己养育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理想 但是其实背后 他越这样做到 心里面很多的担忧 很多的惧怕 很多的缺乏 其实都是被骗的 这个世界有上帝 上帝生了你 上帝借着你 生了你的孩子 他比你更爱你的孩子 他在做 他在保护 所以很多时候 连我们做牧师的 伊撒纳也是 我们看到孩子 有一点软弱的时候 不读经 不祷告 我们也是一下子担心 一下子就是操心 对不对 一下子怕她 有一个母亲 总是怕自己的孩子不漂亮 总是给她 用什么脸要漂亮 她耳朵 一大堆东西 其实我跟各位说 这些东西是 比我们要给孩子的 给她健康 给她好 主更是要给她好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是带着 我并不说 我们不要给孩子健康 我们带着担忧 担忧的灵 带着谎言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不好 我们受圣灵引导 做的时候反而好 所以我再讲一遍 当你把所爱的人 要带到你基督的面前 不是给他一种感觉 来教会认识耶稣 把他带到真理的面前 然后还把他带到什么 能够活出真理 也活出神的爱的团体 就是教会 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一致的光线 对不对 真理的光线 是照耀他 所以他的心灵里面 自然自然会好起来 他的坏习惯 自然好起来 他受到神的话的影响 肢体之间的爱的影响 彼此尊敬的时候 这种文化的影响 他自然 自己很多的自卑 无能 这些东西 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 一直想 我有什么方法 这样做 所以这个世界 特别这里 经文讲 人从小被捆绑的东西 与生俱来的问题 你不要相信 什么特效药 你带去参加一次特会 会好 绝对不是的 你们不要相信这种特效药 绝对带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 这个经文说什么 第一 主耶稣要赶那个鬼之前 先问他的父亲 父亲 父亲要先信的 父亲 你若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对不对 你若信 所以父母亲 牧师跟你们讲这句话 或者你们为你们的配偶祷告 你们绝对不要说 我把我孩子带去教会 他信就好 我的丈夫来教会信就好 我不用信 我绝对相信 你这样的观念是不会有意志的 你不会看到鬼出来的 绝对不会看到的 因为你是你旁边的人的属灵的环境 你是他的环境 如果你没有蒙恩 你旁边的人 你身上的那种暗示 他心灵里面常常受压抑的 邪灵的工作 不能走 所以为什么基督先叫他的父亲先信 然后信的结果呢 这里说什么 所以信是什么 各位 我再讲一遍 信是什么 必定你信谁 基督 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是什么 那信的结果呢 你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什么 你绝对追求 然后 很重要是 当这个孩子被带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他重重的臭疯 所以他臭疯的结果就是有一些反抗的征兆 对不对 这个是鬼的工作 特别我问 我跟各位说 有时候你把家人 为着家人开始他们的蒙恩来祷告的时候 你不要看他们的反应 把家人要带到教会的时候 不要看他们的反应 有一个姐妹 她说 每一次要来教会的时候 不懂为什么 我的孩子就吵架 我也跟丈夫吵架 开车的时候也吵架 有时候开到一半 在教会的路途当中吵架 然后回去 你们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 因为吵架 不要去了 心情不好 有些父母带着孩子到教会的时候 那天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 也别的孩子欺负了 我不要来教会了 你们绝对不要被骗 你们自己要知道 你们要的是什么 有时候邪灵 有时候借着环境的问题 有些旁边的因素 叫你们失去信心 然后叫你们看很多的东西 不看主 从我有一天 我立定心智 我跟我的孩子 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灵命 他们的爱主 比他们的学习各方面重要的时候 从那时候我决断之后 我这样做了 一次做 十次做 二十次做 后来我发现 在孩子的身上 一般不会有的那种 属灵的问题 那种很奇妙的情绪 这些是不会有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问题 已经很久了 你到教会来 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说 如果你的旁边的人有抑郁 你带到教会来 他三年抑郁了 你带他到教会 听到神的道 受肢体的感染 你要三年 不要带来两三个礼拜 没有用了 我又找另外一个 这样你不是姓的 你绝对不是姓的 你一定 我的旁边的人 有这种坏习惯 不圣洁的举动 你把它带到圣洁的环境 有圣洁的人 圣洁的道 影响他的心灵 有一天慢慢慢慢 奇怪的 很多的坏习惯放掉 这是我在教会里面 这么多年 我看到的真正的医治释放工作 叫人从邪灵的捆锁里面释放出来的 什么叫带到基督面前 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为各位祷告 有这样的眼光 这个是第十七 然后最后 最后我给各位看 为什么门徒赶不出 赶不出这个鬼 所以十七章 我们再看一下 十七章第十九节 十九节说 为什么赶不出呢 耶稣说什么 因为你们的信 二十节 马太福音 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节菜种 像一粒节菜种 所以这个不是你的学问 虔诚经历 或者你现在刚强软弱的 我刚刚跟我的配偶吵架 我心情不好 不能赶鬼 No 没有这回事 你们要奉主的名赶鬼 是什么意思 单一的靠主 纯正的信心 如果你为你的家人的救恩祷告 神不看你的信心大小 你单一的心 尤其你家人越刚硬的时候 你越是祷告 有一天他们身上黑暗的实力会粉碎 不要看现象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我们当中 有一个安定达人 你们都认识 你们知道你们全部的人 还没有来这个教会之前 他已经患病十多年 他癌症 淋巴线 什么病都有 高血压 糖尿病 各方面的病 每次我们奉主的名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然后他患病的时候 他每一次我宣教的时候 就为着牧师祷告 为着众痛工祷告 十多年以来 你知道我在医院里面 每一次我去看病人 很多不同的教会的人 问牧师能不能帮我去看病人 我都看了很多的病人 他们都死了 但是这个我们 安定达人 十多年来 没有死 他从六十岁到 活到六十五 六十五 活到七十 他一直讲 今年他几岁 好像靠近七十几了 就是 从事 神给他的 这个一根刺 在他的身上 坚固他的信心 然后一直到 他的女婿 信主 他的丈夫 现在来到教会 也这样坐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跟你们说 有一些 有一些阴云 有一些黑暗的实力 赶出去 不是你马上看 一个人 快快得释放 这样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生命也改变 你的追求也改变 你旁边的人 也回复过来 这是一个 很真实的现象来的 所以赶鬼的工作 各位 绝对记得 如果我在教会 三十年 我看到那些 其实最严重的 问题的人是 他们到一个地方 一个教会去 经历了一次神迹 然后后来 新的问题又来了 不可以了 跑到另外一个特会 然后这位不可以了 跑到另外一个教会 一直这样追神医 这种追神医 但是他对主的心智 没有坚定的 这种人 他们的属灵的问题 是最严重的 他们家庭的问题 是最严重的 我绝对保证各位 如果各位在真理 生根建造 不要担心 有时候家里抽风 有时你旁边的人抽风 没有关系的 你生根建造 会好起来的 绝对好起来的 你十年 二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 以前过去的 很多的 你的创伤 跟家人之间的问题 是没有的 真正的意志是这个 第二 你绝对记得 今天经文说什么 这一类的鬼 一定透过祷告和进士 什么叫这一类的鬼 这一类的 所以鬼 鬼的工作这里 有一个暗示告诉我们 鬼 这一类的 捆绑性 那个势力 捆绑的势力 比较强的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 我再讲一遍 人长久以来 与生俱来的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 我们这边痛 那边痛 我们给牧师祷告 会好 但是 你与生俱来的 有一种性情 脾气 和一种惧怕 不是这么容易赶出去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些 尤其是与生俱来的 那些问题 所以我特别跟各位说 这一类的鬼 在人的生命 占据很久的 一定借着 祷告和禁食 禁食的意思是什么 禁食就是你迫切 你非常的迫切 你把你的意志 放在那个地方 禁食 祷告 就是说 你为着你旁边的人 很迫切 然后常常预备心 为他祷告 为他舍己 付出 有一天他会好起来 各位这个禁忌 是很争议性的 因为很多人马上看到 主耶稣马上赶出来 你要知道 主耶稣的信心是完美的 完整的 无论哪一类的鬼 只要他赶 他说你出来 是马上出来的 但是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人有时候像使徒 看了这么多神迹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力量 按照自己的目的 动机来祷告 有一些牧师是为人 赶鬼祷告的时候 大声的不得了 天天喊 我就跟牧师讲 没有用的 你这样只是喊 给人激动一个情绪而已 这个人没有被带到事实面前 所以这是一点 然后第二 我们人的信心是 有时候会起伏的 所以 当我们为着我们所爱的人祷告 特别你要给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你为他的迫切 祷告 禁食当中 你会发现 你的信心也加深 你的心境也改变 你的动机也放下 你对孩子的整个理想 你对配偶的整个要求放下 然后你的言语有恩言 其实这些都是 你奉主的名来赶 奉主的名赶 有一天这样的人 他身上的问题才会挪去 这个就是 他身上已经累积的 那个黑暗势力的权势 粉碎下来 所以这段的经文 你不要太神秘的解释 我自己本身在中国 就是赶过这样的鬼 人 土 什么 土白墨这些 但是这个是我的施工里面 只有一两次遇到的 其实更难感的鬼 是人的性情里面的鬼 人的性情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每次来到某一些的环境 你就会惧怕 某一些的环境 你就着急 发脾气 有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通道 然后你看自己 你说看自己很难 那你看你旁边的人 那你旁边的人身上 也是有一些通道 每次在某一些的情况 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特别的软弱 特别的那些软弱的性情 就会浮现出来 这个就是 在那个地方 有黑暗势力的一个占据力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来到福音的面前 你要知道福音讲什么 你怎么奉基督的名 胆鬼 来到教会 没有用到这个诠释 这是太狼狈了 所以祝福你 我今天讲三样东西 鬼是什么 不要以属肉的眼光 不信的灵 第二 什么叫带到基督的面前 带到真理的面前 那你带来了 那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像门徒这样 对不对 我们也是为旁边的人祷告 看到没有改变 对不对 那你不要以改变 他改变为中心 你要问 你的信心 只要像节菜种 单一的靠主 就算你信心小 神会做 那这个小信心呢 有时候要经过祷告 禁食 这个当儿 你的心里的信心也真假 对不对 信心 小信心 变成大信心 也可能 对不对 这个当儿呢 神会做 黑暗的实力粉碎 三样东西 主 祝福你们 等一下 我们一起确认 这个道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感谢你今天 主用你的话 来兼顾我们 特别主 我们每一次讲到 我们人的眼睛 看不见的 问题的时候 主 我们很容易 迷惑 我们人与生俱来 都是在面对 眼睛所看能见的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主 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既然来到主的面前 就当尊主而行 哪怕我们的信心是软弱 但是主说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信心 节菜种的信心 单一的奉主耶稣的名 主 我们的问题 我们所爱的人 身上的问题 是绝对会赶出去的 主 给我们一个安慰 也给我们一个盼望 主 这个当而有时候 我们面对 很坚固的阴磊 人身上很坚固的问题 主 让我们不要灰心上胆 因为主也给我们一个道路 叫我们借着祷告 进食 透过时间 就带来这个蒙恩的属灵的环境 主 我们所爱的人身上的问题 也会消散 主 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主 我们愿等一下 我们交通的时间 求主特别 使我们能够彼此的确认 彼此的巴 主的道 一起的分享 也让我们都 众人在一起 得到安慰 释放 主 我们感谢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